十年空宿 长盛无极宫大城 开眼为正 闭眼无疯患 先为盖世 我下国愿亲近所有 只求先师能入我下国 愿与摄政王之位持风 去去凡尘俗 与我仙道而言毫无益处 我要回去送我师兄最后一程 都散了吧 师弟 你来了 背秀愚钝 长寿无极宫迟迟不能入 就连你的医术我也只学到了三成 因此只能随师尊余画而去了 老万 十年前大师兄先师 如今就连你也要约我去 十年前 你也放假赴密 而入我悬心 只求生煞大树之余医术 无仙道而不得 切不可 因仇恨蒙蔽了心之 老万 你可能误会了 其实吧 我的长生无极弓 已经大成了 还有 道家武仙 山仪命孝 全都圆满了 我这不是怕 打击到你 我的妈 你瞒了我好多年了 看来 这天地之间 再也无人能有 副龙之力了 你此次下山复仇 我也就 放心了 我追随仙道多年而不得 因此荒废了家子 你这次下山 我就把孙女 许配给你 不是 我只求你照顾好 满 家 长颜道 君子报仇十年 放强灭人之仇 自我下山起 就会请算 希望你们这些人 会活着 大小姐 据闻 万药神 遍入在死茅草屋内 确定万药神 居住在这种地方 大小姐 我们只是得到消息 并不确定 走吧 进去看看 柳家后镜柳如雪 半战万药神 柳家后镜柳如雪 半战万药神 你来晚了 她已经死了 她是谁 怎么这么年轻 还从万药神屋里走出来 先生请留步 小子 没有听到我家大小姐 问你话吗 还不站住 前瑜可是 武道宗师主教手 碰都没有碰到 就把他击败了 难不成 可是月影之高人 武道宗师 练武的 怎么跟我修仙的懂啊 先生请留步 有事 敢问先生 是不是万药神的弟子 我爷爷病重 若您愿意出手的话 是和我柳家 愿以纵理相仇 柳家 柳川江是你什么人啊 柳川江就是我爷爷 这次我来找万药神 就是请他 去救救我爷爷的 柳川江 那不是大师兄的 记名弟子吗 若您愿意出手的话 这十一现金 和这栋谷极别墅 都将作为您的定金 这些东西我不需要 川江我也曾指点过他一样 既然你是他的后人 那我便帮你了 这么年轻 还指点过我爷爷 干什么玩笑 难道碰上骗子了 此符名为七生符 将这个符贴到你爷爷胸口上 即可痊愈 这 您都不去看一眼的吗 掐指一算便知 还需要去看看吗 我有事要去万家 等处理完事情 来 来 春江 先生 您怎么生活 方寒 师兄 本来想去复仇的 刚一下山 你万家就遇到麻烦了 也罢 天意如此 大 小娘 你卑鄙无耻 竟然为了赢得药王大会 套我们万家的药方 不要怪我呀 神天 你要是早下给了 不就没那么多事情 做梦 你也配 这次 我们万家定能夺亏 万小神都失踪十年了 你们又未寄成一婆 如今的万家 就剩你们父女俩了 拿什么夺亏 我看你们还是好好想 怎么还容易的贷款吧 万千军 你欠我养衣带款 该我办法 龙爷 我们不是说好 还有三个月期限呢 龙爷 再宽宴几日便可 你也知道 只要我们在柳家举办的 药王大会上夺亏 成为柳家的独家供应商 立刻就能还钱了 你那药方都没有 拿什么都 吃人说梦了吧 龙爷 你不万家早就没钱 听到了吧 今天是还钱 还是多手多脚 你自己去 永远 我 你要求求我 今天晚上好好服侍我 进 我陈家可以帮你看 怎么样 你就想 臭瘤子 中了什么情况 今天在场的 谁再敢动手 毕丝 没事吧 哪里来的爷小子 我陈家有黑龙会的 是爹果 爹龙会 算个什么东西 小子 你胆子不小啊 连柳家都不敢 这么跟我讲话 柳家 柳家又算不了什么 说吧 是自己滚的 还是要我动手 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够狂啊 小子 你死家的吧 我你是找死 还有五秒 是死活的东西 那时候 一会儿的场面 会有点血血 不要吓得了 好 那顺序的交给你 小子 下辈子鸡给你 你怎么多心思 准备 说吧小子 准备怎么死 别废话 一起上 小子 你快走吧 这个唐黑龙 是江南地下皇帝 独刀宗师 你不是他的对手吗 独刀大宗师 很厉害吗 少死 从上 小儿 激怒了我 动手之前 我可奉取 小心救急复发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去 救急早就好 不要吓他 是 现在行了吗 要是还不行 你去找人检查一下 不过 你也就还有七天时间 这怎么可能 小子 我等着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唐黑龙有恩币吗 会你敢骗我 死我们葬身之体 走 没事吧 多谢先生出生相助 请坐 请坐 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方寒 那方先生来我办家 所为何事 路过 见到故人之后有难 略为援助罢了 先生也看到了 家父外出游历 十年未归 我们这些不孝子孙 不善经营 一直家道败落 如果方先生找我万家 帮什么忙 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要是爷爷还在就好了 我们万家 也不可能败落至此 其实 我这次过了 就是向你爷爷所托 向我爷爷所托 那我爷爷回来了吗 你爷爷在哪呢 他已经不在了 什么 怎么会 那是天要王和万家 我爷爷已经死了 但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刘家的 要王大会上夺关 如果失去这次机会 就没有办法 拿到刘家的 独家合作了 你可 要王大会是什么呀 你连要王大会 都不知道 要王大会 是当今商业剧情 齐聚的盛会 我们万家 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 也全民这次大会了 商业剧情 那周家也会来吧 那是自然 很好 那我便带你们出席 这趟要王大会 到时候 你万家 便能成为顶级豪门了 啊 方先生 是家后的徒弟 我是他徒弟 他是我徒弟还差不多 这些年 老王没少在我身边学本事 方先生 虽然您刚刚帮了我们家 这也不代表 您能抵护我爷爷的医术 我爷爷是药神 医术冠绝古今 虽然十年未归 但这世上 谁人不知万药神啊 方先生 也懂医术吗 略懂 那你凭什么来质疑 我爷爷的医术呢 爸 我看这个人啊 他就是个骗子 哎 别乱说 毕竟方先生 刚刚还救了他 只是可惜啊 如果能找到你爷爷 所创的黑银座 巨高药方 此次药王大会 必定十拿九稳 我爷爷没让你 带会点什么东西来吗 这个便是你爷爷让我带 什么 爸 我爷爷让我嫁给方寒 哎 你急什么呀 爷爷让安门 肯定有他的道路 这 我帮方先生 一表名字 那不是为良配 如果这次药王大赛 我们不能播 换你家就完了 我必须要在之前 给你找好归属 难不成 你要嫁给陈阳啊 不是 爸 我这 那个 其实也不必如此为难 既然 药王大会该来的人会 那我便顺势为止 还装上了 爸 就算我们要报答他 也不用非得嫁给他呀 他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他怎么说什么 您信什么 这个遗嘱 确实是你爷爷的自己 而是有婚恕为证 我看错不了 来 老婆 你们今天就结婚 啊 方寒 虽然你帮了我们家 我心存感激 但我可是药神世家的千金 就算我们领证 凭你如今的成就 也是不肯定配得上我 你明白吗 哎 你说错 我能有洗礼 皆顺监女 你爷爷啊 求着我去 与药王大会呢 皆有关键 我顺势为之装神 我闭 我的义中人 要么得是商业巨子 要么得身为 武天下的王红相将 要不是我爸逼着 谁愿嫁给你呗 那我不是很符合 不过 我那两个徒弟 倒是挺符合的 他进去不大话经 你吹的牛腰还能成真 我每天给你端茶地水都行 行 那你万嫁这次难题啊 我帮你解决 我帮你解决 太好了 我万家有救了 我万家有救了 爸 您说什么呢 我找到那爷爷二十年前留下的宝物 这就是黑羽断许刀的药方 我在给你找家长的时候找到的 原来这个药方就在我们家里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他留意 想什么呢 这是你爷爷的医院 不对啊 这药方有问题 二十年前 老万水平更近 你这么说我爷爷 难道你水平很高吗 很高 有多高 大概三四层老那么高 爸 你别信他了 只要有这个药方 我们万家就一定能在药王大会上夺魁的 如果这个药方没有问题的话 当年为什么此方名声大噪 随后被永久封存 这家伙确实没有说明该 那为什么你就一定认为这个药方有问题吗 因为真正黑羽断许刀的药方 这 这个 是我重新编撰改良过的黑羽断许刀 可真正活死人 若白 什么 这真的是你重新编撰的黑羽断许刀 如假包换 好啊 这不会我玩家的好女婿 那我先去我们的婚房看看 嗯 不 不行 你不能住我的房子 不客气我没有继承家父的衣博 此之平庸 学艺不精啊 喂 盛钥匙啊 你过来一下 你见过家什么 盛钥匙 这是监狱断许高药方 这个是 你也加住 太好了 那这次药王大会 我们必定能夺魁啊 先别急嘛 不论举许说 这个药方有问题 这是他改良过的 家主 万药神 可是龙育一到第一高手 自然是相信万药神的药方 至于这个药 看到就不看 纯属不扯 意思是 这改良过的有问题 一个年轻人 能改良万药神的药方 谁信啊 我们就拿着万药神的药方 去参加药王大会 必定能夺魁 爸 我觉得盛钥匙说的没错 你您的女婿 不靠谱 信不得 要不 我们俩就离了吧 别不说 再说离 我打断你腿 盛钥匙啊 把这个药方做出来了 明天参加药王大会 是下转 我马上去办 姐啊 万药神呢 他已经死了 什么 那爷爷岂不是没救了 如雪 太让我们失望了 不告诉你 你要是耽误了老爷子的病情 害死老爷子 你就趁早把总裁的位子 交给我们小训 一个小三上位生的儿子 也非当总裁 你 如如雪 你别以为有爷爷撑腰就横行霸道 我看你是故意不带万药神来 想害死爷爷爷 跑来争夺柳家台产 我的确没有找到万药 但是 我找到一位影视高人 他说只要把这个 贴在爷爷胸膛上 爷爷就有救了 六如雪 你疯了吧 你找个江湖术师来救老爷子 拿一张符来救爷爷 你是想要笑死我吗 你果然是指望不上 我已经为爷爷聘请了 雁城 人静 林神医 你考别干 刘姑娘 本神医 师从万药神 在这江南 无论师尊之外 我认第二 没认 他认第一 可是 给我这张符的人 确实是一个影视高人 他要是影视高人 我当场吃屎 还是请林神医表演吧 江湖神棍的话 不能信 有老家族分明是心血欲结 带本神医 在神脏 凌虚 神风 三雪 十真 有老家族 自然行转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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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婿 真的是你掌神医 不对 一定是男女出了什么问题 你是人爷呢 那这个王八蛋他跑了 哎 你要干嘛 叫孩子老颜子呀 我相信方先生 这是唯一能够 救爷爷的机会了 呸 一张符就能救爷爷 你傻子吧 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就是我们可不能让你害老爷子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定全担 这不可以了吧 不行 如果没有效果 你要现任总裁一职 你 好 如果爷爷真出了事情 我马上辞去总裁之位 行吗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说的 我就说嘛 一张破纸能有什么效果 这根本就是个骗子 什么隐私高人 这明摆的就是江湖神断 哎呀 我的好姐姐 你 什么时候签合同呀 就这样 什么时候签合同呀 我 爷爷 爷爷 柳如雪 你果然心怀不鬼 柳如雪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收吵 赶紧欠任总裁之位吧 怎么就这样 别吵了 方神医的气身不果然有效 怎么会这样 老爷子真的醒了 爷爷 我这次又活过来了 是万事术救我一命吧 爷爷 我没有找到万事名 是因为姓方的影师高人救了你 什么 姓方 他叫风寒 他的确是叫风寒 身穿一身黑色长袍 年纪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 他给了我这张符以后就走了 就这就对了 没有说啊 爷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七生佛 那灰天地是灵气 得七生 无论何种病重 哪怕老得跳吧 赐福转 都能让人的心脏再跳起 除了一些事的事工和小事书 再也没人能造这七生佛 爷 真的假的 这么厉害 闭嘴 我狠小孩 你哪知道现实的手段 当年 如果是小事书 就没有今天江南的柳家呀 他现在在哪 他说他要去万家 万家 万家是不是叫 参加明天我们准备的 姚黄大会 对 每个准备的柳 我明天亲自前往 姚黄大会 老黄 你当时说话呢 摇他妈什么头啊你 你来迟了呀 你的旧伤一直未成全力 拖到现在就算一致 成功几率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哎 无力回天呢 不可能 那小子 神医 叫神医 我他妈不想死 希望这次万家可以多亏 放心 有我在 十拿九 要是夺不了亏的话 我让柳川江给你磕头道歉 你不要在这乱说话 这可是江南豪门柳家的底盘 短短七年 就成了威震一方的世家豪族 就连黑龙会都要里让三分呢 这不是比药方都没有的万家家主吗 还敢参加药方大会 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能从我们手里活下 套是有点能量 陈阳 别以为你偷了药方我们就没有办法 今天我们拿出的药方一定可以多亏 哦 是吗 那我得要看看 今天晚上过后 我们万家就完了 还有你 方寒 你也得死 傻逼 你 好狗不当道 婷婷 要不你今天晚上好好服侍我 说不定我高抬贵手 要不然 你们万家就要除名了 你 你混账 你敢欺负我老婆 一个小小的陈队就这么想找 什么老婆 忘了告诉我 我们已经有证证 对 你没听错 今天晚上 您就只能自己伺候我们自己吧 什么 我的女人一改才识 我就是你 我走 跪下 呦 这陈家大少爷 骨头可真转 说让您对 就跪下了 你闭上门了 这是江南顶级豪门柳家的地方 先不动你们 那会结束之后 老子一定弄死你 小孩 这是江南顶级豪门柳家的地方 你可能不太清楚 这个柳家拥有数十位武道武士 据传 刘川江本人就是个武道大武士 就算是三大鼓舞事情 要给柳家一点面子 岳父你放心 柳家 我敢动 别在这瞎说了 你柳家的实力啊 这是 这都能把这个东西 各位 欢迎各位来宾 参加我们柳家举行的第三届药王大会 各家族皆可参加 得亏者 将获得我们柳家独家百亿合作 医疗惯例呢 从万家开始 这几年 陈家发展士都凶了 背后又有大家的支持 今年这一次肯定是陈家得亏 万家肯定没希望的 这首万家老祖万秤山晃的药方 明月黑玉段虚高 无论受了多重的外伤都可以医治 受了多重的外伤都可以医治 怎么到现在你还在怀疑我爷爷的药方有问题啊 不然呢 你们万家人啊 真是不撞门桥不回头 难道我不相信我爷爷 要相信你吗 罢了 看在你是我妻子的份上 到时候我自然会出手 不行 我再不行 王钥匙 你上去看看 王钥匙 你要干什么 你 万千军 你这分明就是毒药 此药我姓十足 我一个正常人使用 体内都躁动不安 若重伤人只用 那必死 各位 各位 仅专家验证呢 王钥匙所言属实 药性十足 这分明就是杀人啊这是 这万家真是丢进了万钥匙的脸店 害人不浅啊 这 这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哎呀 真垃圾 诸位啊 此次大会还看我们陈杰林阳伞吧 此药是我陈家根据药王神学的医学手札 所研制出来的疗伤剩药 服用后 只要不是致病内伤 皆可痊愈 陈阳 你们无耻 明明就是偷我们万家的 不愧是陈家呀 敌人身后 哈哈 单凭这医药方 就足以让陈家在验诚 成为第一豪门了吧 哈哈哈 刘副总 我想现在应该没人再出来 请宣布结果吧 看来 现在没有和陈家在竞争的了 这样的话 我代表柳氏集团宣布 此次药王大会 我可以再试 请慢 万家的药有问题 那陈家的药就没问题了吗 小子 这儿是圣豪酒店 你要闹事的话 可以掂量一下后果 是不是闹事 你一会儿就知道 这药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你赶紧走 别在这儿影响 药王大会的举行 这婴养伞 服用之后会按节日期 如果服用之后 灵薰学寿 便会武脏 可惜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 这是根据药王神 三十年前的 一薰手札所研制出的配方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 老万的医术更长 哪里来的黄毛小孩 也敢质疑万药神的医术 那要不然 你试试 偷东西 都没技术 偷了个半成品的药 那 就像我的药方有万确 就能偷盔吗 我所改良过的 黑玉断血膏足够 方寒 我爷爷的黑玉断血 高已经出了问题 你改良了药 再出问题 这我漫难受伤的 你放心 我对我改良过的药方 你非常的不信心 你到底要干吗 你应该庆幸 你们准备了两份药方 啊 拿来吧 来 各位 这 这个 才是真正的黑玉断血膏 你当何时不着他上了一个 不可能 黑玉断血膏 当年谈话一线 就被万药神 封存失传了 一定有问题 如今 我已经证明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不行不代表我不行 我改良过的黑玉断血膏 非常 可以做到真正的 脱死 这白狗 你就吹牛吧你 你一个二十多岁的猫头小子 难道比万药神还厉害吗 这人哪来的啊 吹牛的不大 躺躺 对呀 这下有好奇看了 啊 敢在领家的地方 扛蒙拐骗 我看 踏实途径了 哈哈 瞳看 你先拿出来 要万一出了问题 万家可就完蛋了 什么呢 不是我不信你 是你太年轻 很难以服众 我下山的时候 就承诺 要让你们万家 成为顶级好目 我自然会做 你怎么做到啊 那可少害我们一点就够 呃 诸位 这只是个玩笑 当不得真 当不得真啊 哈哈 玩笑 你们把药王大会当什么了 没错 你不说这黑玉段血糕有用吗 那么就试试 这人早年出了车祸 双腿瘫痪 如果说你这黑玉段血糕 真的有用 就让他站起来 要不然 你们就是很坚人了 五分钟之后 便可痊愈 没用的 我这双腿 寻遍名医 根本没希望康复的 听听啊 听到了吗 你找了一个这样的愣头青 也救不了你们万家 虽然说你已经是人妻了 我反而更喜欢你 再敢乱说话 拔了你的舌头 这双腿瘫痪 等今天咱们多贵后 有的是机会报复啊 小韩 有保护啊 放心吧 远夫啊 真的会相信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比爷爷的艺术还高吗 你爷爷的信仰说 他能把我万家百事集业 现在只能相信他了 五分钟到 你怎么站起来 一个毛头小子 敢在这儿吹牛子 我提议把万家 驱逐出会场 走啊 跟万家 驱逐出会场 等等 我的腿 能动吗 无论 奇迹 奇迹啊 他竟然真的站起来了 不可能 有名的神医 都说他这辈子再也站不出来了 我万家有救了 小韩 你真的做到了 你改良的黑衣断续糕 真的奏效了 医闹之中 这黑衣断续糕 简直逆天 没想到这个人的医道造语 变如此之高 岂不是 比万药神还厉害 万药神 怎么回事 至少 他的队 真的彻底穿越了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直接拿出 小韩改良的药房 我万家 要飞黄成达了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逆天的药房 肯定是你偷的 怎么被你把药房拿出来 这个就是药房 现在行了吗 这刺激 怎么跟我爷爷一样 是不是你超越 还说什么自己行 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爷爷上 抄到我的药房 你觉得我会心酸 小韩 小韩 不可能在医术上 超越万药神 刺激 废了 就认为别人一走道 改良一个药房 对我来讲 竟是年来的事 富邦寒 你不要再拿着 我爷爷的业药在那装 大一把狼 再装下去 吃他也留下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不是可以正式宣布 谁夺冠了 你爸 这样的话 我没宣布 今日药房大会的得主是 陈家 凭什么 我们万家拿出来的新药 明显是免压陈家的存在 凭什么是陈家夺魁 万家的药 很明显就不是方寒 这种黄毛小子写的 自然是陈家夺魁 万千军 我早就告诉你 这次我们陈家融的地了 你 你们都是穿透好的 行不行啊 要么今天晚上好好伺候我 怕伺候舒服了 明天黑龙会来药寨时 本少爷可以帮你每年几句 让他宽限几天 休想 你说谁或什么 我说陈家夺魁 怎么 你想动手吗 小子 我劝你考虑清楚 我们柳家 可是江南顶级豪门 一根小手指 就可以粘死 柳家 当年不过是一个 三流还不到的小家子 要是没有我 柳家能有今日的飞黄腾达吗 只要我醒 我随时可以扶持一个新家子 代替柳家 成为顶级豪门 信信 你 还有你们万家 你们都完了 那初原 不如我们柳家 妄言整个江南 有哪一个人敢这么生长 无人 今天就算是柳川江 站在我面前 也得给我跪下 放寒 你少说两句吧 柳家我惹不起 哼 万大小姐 你们竟敢侮辱柳家和柳家家子 我看不用等了 明显 今天晚上 你们万家就难道 很好 那看来柳家没有存在必要 今晚在场的每一个柳家 你都别想说 来人 来人 你敢偷偷给我飞了 这竟然出言不信 侮辱我们柳家 没敢动手 柳家家主 一手缔造 江南顶级富豪家族 柳家的传奇人物 传闻这柳家家主 早已是大宗师的事 这方寒大闹药王会 怕是死定了 柳家家主 方寒池有口无心 您千万不要怪罪啊 柳小姐 我们这就离开 家主 家主 这小子 搞乱我们叫王大慧 还出口 侮辱我们柳家 更说您 见到他 都得下跪行礼 柳大前辈 我作证 刘副总说的都是真的 他还说 柳家都是他 一直扶持起来的 他可以随时 废了柳家和您 对呀 家主 这小子 他太狂了 更能不能废了他 让他知道 我们柳家不是好惹的 他说的没错 家主 他 他可是在侮辱我们柳家呀 混蛋 知不知道 你今天惹的人是谁 还敢动嘴 卫家 你什么东西 竟然敢让柳家前辈下跪 我看你胡腻歪了 春江 见过我现实 春江 见过我现实 春江 家家主 正比方寒跪下 这方寒究竟是何方形象 竟然让柳家家主都认怂 家主 方寒他是扰乱我们大会的人啊 柳家前辈 你别被他骗了呀 他就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实力的小傻主 张嘴 张嘴 我扶持起来的柳家就是这样的态度 春江教育的帮请先生给我一次熟睡的机会 方寒真的是我爷爷的诗说 他明明这么年轻 你们柳家人都是这么颠倒是非黑白的手 我是会处理的 我都带下去 零吃 家主 家主 饶命啊 家主 今日柳德权所宣布的一切全部作废 本次大会 渡万家主 万家主 难道你不想夺魁吗 不不不 万某 多谢柳小姐 您客气了 万家夺魁实至名归 更何况 方先生对我们柳家也有答案 柳小姐是不是有误会 方寒对你们有大恩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向方先生表示感谢的 若不是因为他的旧旨 我爷爷怕是早就死了 无妨 春江 我们上楼谈 是 这啊 看来那小子救过柳家老爷的性命 怪不得柳家会是真实态度 原来方寒 救过柳家主的性命 所以今天柳家主才来这个大会 让我们多亏他 要失败了吗 我不甘心 你去给黑龙会付会长 女魂打电话 让他过来要债 好 他打的什么时候能到啊 啊 能不能给咬子开快点 耽误我时间 我他妈能死 你表现卢爷 我们送过已经很快了 马上就到 生后组织 再快 再他妈给我快 师子柳春江 见过师父 十个八年 春江不会忘记师叔的教导之恩 当年我师兄收你为记名弟子 却没能度过心魔戒深渊 我怎能对你不管不顾 如果没有师叔 也没有柳家的今天 春江 岂然忘了 既然我也入师 以后叫我先生就好 是先生 对吧 当年我让你调查我方家覆灭的原因 有线索了吗 弟子调查了 当年方家覆灭时 罪魁过手 是帝都周家 只是为何对方家下手 至今是不得而知 周家事实上还灭足了 周家是帝都的底级好呢 不但有古道大宗师 还有超凡大宗师 乃是人里所处的极限 超凡大宗师 不过过眼浮云 不堪一击 孝师叔 您如今的修为 仙道之巅 孝师叔 难道您 长生无机功入门 得登仙道 不是 是大成年吗 什么 万千军 得意太早了 我收购万家会除名 就一定会除名 如今我们已经得亏 你凭什么让我们除名 陈少说你完蛋 你就得完蛋 黑龙会办事 贤咱人等 不 万千军 你欠黑龙会的两个月 再换了 按照约定 万家拿下订单 自然会换 我现在就要 没钱 没钱就把你们万事集团的股权 转了给黑龙会 签在签字 万千军 你笑啊 你继续笑啊 你怎么不笑了呀 李坤 陈亚 你们就是看上我万家价值数百亿的药方了 对 事实怎么样 你们万家连个武道宗室都没有 还能完不上 我们今天已经得亏 柳家不会放过你 别人怕柳家 我们黑龙会可不得怕 今天要么换钱 要么断死职 夏 你们干啥 你们干什么 我 你们不得动我们 我女婿方寒 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连柳家都不怕 我还怕她 把小娘们给我打射 你放人 不要 不要 救命啊 方寒 就不愿意出见了 好 他叫李坤 是黑龙商会的附会者 李坤是吧 你现在带你的人离开 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坤少 你看这方寒手的话 好大的口气 他不把你和黑龙会分了眼里 你过来要战 是唐黑龙指使的 还是别人 有区别吗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劝你小子 别动啊先生 唐黑龙都不敢来跟我要钱 你还敢 哪来的 大众啊 敢在黑龙会面前就 我看你是要找死的 我们会长可是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宗师 大宗师啊 不过区区楼也 他要是想死就尽管了 你敢侮辱我们会长 你死定 上 小子 我本来不想动 这是你逼的 你以为只有你们有人吗 这可是我柳家的财 让 柳家果然低手 随便就要拉出六个目的都是 柳家 你确定要为这个矛头小子和黑龙会作对 啊 李坤 你算个什么东西 唐黑龙来了才有资格跟我讲话 我劝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我要自寻死路 柳山家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人怕你 我们会长龙也可不怕他 唐黑龙是大宗师不假 可是有些人不是你们能惹的 小心黑龙会 密码 少他妈 我们黑龙会十万帮中怕谁啊 就算上面来了 也不敢说灭了黑龙会 黑龙会 谈指可怜 谁敢命我黑龙会 会长就是小龙 我今天带人来找万家有战 被他百般做了 口出狂言 我把黑龙会放在眼里 龙爷 我不知道 昆少说的没错 我可以说啊 爷爷 你有把握和唐黑龙一战吗 他可真是壮严 放心吧 没有 龙爷 你怎么打扮我 谁 你也找个握和唐黑龙 神医 神医 救我一命啊 爷 这怎么回事 以后你就习惯了 只要方先生不吱声 你就不要插嘴 那方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以后你就知道了 他是世上了不得的人 查清楚 神医会你 我神医愿意查 果如神医所名 神医 你救我一命啊 可是 你手下有没有杀了我 快 给神医道歉 会长 我也是给我们黑龙会讨战 不是为了咱们好啊 你这么让我说第二遍 跪下 认错 神医 我错了 你就饶我这次 神医 你还满意吗 要是认错有用的话 还要法律干什么 方寒说的对 他还穿风陈阳 要打断我的双腿 和杀了方寒 哎 我 我没有 我没有 估计陈阳 我 这好死的 哎 把你和我扔出去 从今天起 再也不是我们黑龙会的副会长 神医 我免了万家所有的债务 事后 定有重心 钱财这种东西啊 我不需要 免去万家的债务即可 弄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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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还不行治好了 唐黑龙的病 还使他的修为更加精进啊 你是不是得到了我爷爷的真传 是我教你爷爷的 骗人 你咱和我差不多的 王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这就是穿舌中的可肉白骨 七死灰生的复习求真呀 黑龙 哈哈哈哈哈哈 唐黑龙 恭喜先生 今后黑龙以先生马首实战 先生但凡有所浅 黑龙莫敢不从 免礼 小柳啊 回头教教他规矩 是 先生 啊 不 师父 求你受我为徒 随你 言行一道 求你了 就凭你了 还不配 叫人把他给我带下去 别脏了这个地方 是 人人把狼钥匙带下去 哎 先生 先生 好 好 师姐 匯长 这小子想逃走 被我抓回来了 先生 此人如何处置 我背后可是帝都顶禁豪门周济的人 你们要杀我的话 周济不会放过你们的 陈小 他可丢 黑龙明白 人人 把陈阳拉出去 做了 哎哎 谁要做了我的人呢 谁要做了我的人呢 周济明 先生 他可是帝都豪门的周家二少爷 原来是周家人啊 那就不奇怪了 成帝都周家 是个强的 家中更有超凡打宗师作证 是超然的存在啊 你们这群垃圾 不是要杀我吗 啊 我们陈前的寇山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陈前的寇山来了 你想杀我吗 来啊 来啊 你杀我 杀我呀 你们很嚣张嘛 敢动本少的 不想活了 我杀开 杀开 我想找死我给个事 明少 他们明明知道我是你的人 他要杀我 这不明摆着不把你放在眼里吗 快 这件事 后面再做 今天本少来这 可是有更重要的事 听说你们万家 做了一个好药 方子 本少今天过来说 糟了 这样太麻烦了 不如你们万事集团 一不万 带给本少吧 本少 您这是很明显啊 这有微律法 恐怕不太合适吧 你算是 跟本少谈法 在阴城 本少就是法律 掉了你的东西 那是看得起你 你怎么和我爸说话呢 又是拿出来的见面戏 竟在本少面前 不过走 别说是你 万家 就是柳家和黑龙会在本少眼里 同事一族 落死 周静明 你们周家的势力是很强 可我们柳家也不是好惹的 滚蛋 一个大宗师 你算什么东西 我周家唐志可 再敢说话 要你的小命 坏前军 你别不耍 明天 就是我爷的寿司 你们万事集团 拿来坐着 我送给我爷爷 你觉得 怎样 给我说话 本事的耐心 可是有心 不可能 我们的东西 其实你想拿就拿的 就算你实力强大 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对 万天跳 实力强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明天看你们万家的东西 那是你们万家的荣幸 别不知好歹啊 婆婆娘 刚不识好歹 我看你是在找死 谁敢活 我上的事 我下活了 有我在这 你动不了万家 看你是在找死 快 快 你两个都要死什么 给我下了 我偷那是牧师 你们不是很厉害吗 看见没有这些就厉害 明少随便搬出两尊大宗师 就可以横扫你们了 我们在这说话 难道容得你小子杀罪 你们 想好怎么死 揍手 不可是地图顶级豪马招架啊 周二少 随便两个保镖 都是大宗师兄为的大佬啊 对啊 这两个人在这就是无理的存在 看呀万家要熟悉了 老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今日 本上的这两个保镖 随随便便 就可以把你这 全都给灭了 好大的口气 一帮土鸡瓦狗 不过蝼蚁 谁给你的勇气 小子 等会儿我会把你的分金错误 折磨就死 等等 周少 我们愿意叫出万十岁 完了 没事 大宗师母 不过就是大一些的蝼蚁 不用放在心上 方寒 这可是大宗师 你们交出集团便是 你别在这儿成精 听林说的对啊 小寒你不要冲动 这可是两尊大宗师啊 有我在 为什么要给他 别说一个周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请给我跪下 周静明 辞到临头还不止时 在方学生面前 你们周家 就是你对了阿奇 不错 被与先手为敌 便是 以我黑龙会十万兄弟为敌 哈哈哈哈 一群蝼蚁 别可大爷不算 我看你们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我自来走 您手 是周家二少爷 随便拍了个保镖 不是大佬 哪里是黑龙会和柳家这些相伴老子知道的 没错 别废话了 给我上 命了 刘传诚 刘传诚 我周家崛起百年 抵运失后 抵运你这种乡象的乙腿子 可以比的 若此物 老夫是不会输给你的 哼 像吗 此物叫停火锅盘 乃是我周家老祖 各地赐下 你们周家老祖赐下呀 看来周云通那个砸碎 没死啊 正好 一切都该清算清算了 小子 你告诉我周家老祖 行事 你继死 你们退下 先生 不要冲动 这以后可是大宗室 手上还有法宝 方寒 你怎么办 若雪 送我一家妇女 离开 应了 你这是要一起我上去去吗 不 先生出手 四方俱灭 天地不光 周云 伤及无目 方寒你跟我们一起坐 你别斗了 回家等我 哼 小子 早上你自走了 黄泉路上可莫要怪我 难道周云通这个老砸碎没告诉你这云火罗盘是怎么来的吗 难道 你知道 云火罗盘 乃是方家的圣族神器 当年方家覆灭之时 被那个老砸碎抢走的 你怎会只想如此清楚 你到底是谁 是我家少爷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这么想 这可是大宗师啊 大宗师在我眼里 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废话 你到底是谁 你要干什么 你就不怕周家暴风了 如果你不是周家人 我还不会如何 既然你是周家人 那我就告诉你 我的名字叫方寒 方家的方 方寒 这名字听起来 怎么那么耳熟 耳熟就对 我就是十年前 在周云通手底下 侥幸逃脱的方家遗孤 这不可能 你不可能还活着 你现在看起来 我才二十多岁 你不可能这么想 大宗师又如何 武道极致又如何 在绝对的仙道面前 都不过容易 不堪一击 方先生的实力 到底到了什么时候 就如此的生不可操 周济明 想好怎么死吗 我爷爷就在阴着 这个动物 你给死 你爷爷诞辰之时 本尊会亲自等我 让你周家的寿宴 变成脏宴 届时 本尊也正好清算一下 周家的恩怨 黑龙 把陈阳这个搭起 给周家送去 不要让周家的最后这段日子里 感受一下惊恐 先生放心 黑龙明白 张黑龙 看到方先生厉害了 日后好好为方先生消灭 已经得到高天造化 先生 黑龙日后定服 汤当火 在此不死 既然 他爷爷在家 就把他投给他 我再书信一封 和他投一起 给周家送出去 请先生放心 属下定当办国此事 好 爷爷 孙儿刚刚得到消息 战国龙帅已经答应咱们周家 您受贷之期 他必亲自登门合授 嘿嘿嘿 战国龙帅呀 他是今天的人 是他能愿意来 让我周家定位更上一层楼 是是是是 老爷 唐飞龙给您送来一个箱子 还有一宫书信 唐飞龙是谁 爷爷 我知道此人 这个人是江南一带的地上皇帝 想必嘛 是知道爷爷最近受贷之期将近 提前送上一份礼物 你表现 哎呀 可以拿上呗 哎 嘿嘿嘿 你别说 啊 见面 麻烦死 真是 杀了我 你一定杀了他 你先不着急不着急 你先开心 来先开心 哈哈哈哈 啊 哎呀呀呀呀 刘查 这是怎么个事 啊 哎呀 算让查明白了 是柳家的柳传将 和黑龙会的唐黑龙 联合了一个叫方寒的年轻人 杀了几年 十年前 中将围剿方寒 当时 他家的少主方寒就不见了 一定想再回来 不可能爷爷 绝对不可能 我查过了 这个叫方寒的 年纪不过二十来岁 毛头小子一个 怎么可能杀得了 有两个大宗师保护的鸡鸣呢 那就是 唐黑龙柳传将和方寒三人所为 爷爷您放心 不管这个方寒是何方神圣 我一定要杀了他 给鸡鸣报头 你说的有道理 这个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嗯嗯 你立即下令 装进北领宗师 四位大宗师 杀了方寒 不光是方寒 柳家和黑龙会 无论跑不了 都得给鸡鸣飞葬 先生 此次行动 是否需要黑龙会 十万帮众全体出动 无妨 周家不过土鸡瓦可 我一人足以 方先生 不好了 周家战怒 我们柳家的产业遭到狙击 损失严重 现在 胡爷 大事不妙了 周家开始狙击 我们黑龙会产业了 坐下说 讲具体点 我们柳家的各大产业 分别遭到狙击 市场需要五百亿资金 否则 我们柳家就要破产了 现在 胡爷 我们黑龙会已是如此 不过 我们黑龙会会讨好一点 我们只需要三百亿 周家 看来这次 是狗鸡跳墙了 没错 周家这样 奴机代价与损失的狙击 我们柳家 根本不是对手 对啊 先生 我打拿到另外一条消息 这次家族老哥 诞辰 听说郑国龙帅将会亲自行 郑国龙帅 是帝神天吧 不错啊先生 这郑国龙帅 可是我们龙域军方第一人 实力强见 权力滔天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国主对他十分险 是啊 如果郑国龙帅 真去了周家老爷子的诞辰的话 那我们可就真的 郑国龙帅如果要出手 这世上无人可以看 就连国主都要给他念 今天修炼要屏气万物 精神不拟 如何能有 弟子谨尊师尊教 学长 你怎么啊 没事 想起一些往事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钱嘛 我来解决 你又罢了 我没钱 我对钱又不敢兴趣 郑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拿这个戒指 去仙灵 把戒指交给你 他会给你一千亿 一千亿 刘小姐 你就说这个玩意儿 他们真的给咱们一千亿 不知道 既然来了 咱们试试 刘小姐 感觉这玩意儿 他辞不了这么多钱 这不 不是龙神店的产业 为主正国龙帅 万一惹乐了他们 我相信方先生 哟 小姐您好 来我们仙灵阁还是买东西 还是当东西 不是来当东西 那您要当什么 拿来我瞧瞧 小姐您打算当多少钱 你 一千亿 你看可以吗 一千个亿 小姐您想什么呢 这枚戒指是个老物件 最多啊 几个亿 您要当一千个亿 我建议你回家睡觉 梦里面什么东西 我就说吧 那小姐 吃玩意儿 他吃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们肯定被忽悠了 这不可能啊 他跟我说了 只要拿着戒指过来 你们就能给我一千亿的 哈叔 他是谁呀 要当一个亿东西留下 不当啊 就赶紧走 别耽误我做事 要一千个亿 做什么白日梦 柯姐 咱们走吧 别耽误 咱们被哄出去 哟 龙帅大人 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马上叫阁主出来见您 阁主大人 龙帅大人到 如方 我要去参加周家寿宴 今日就是过来 他选个礼物 怎么龙帅了 怎么会以为 咱们是在枪杀的吗 真挺点 参见龙帅 免礼 哎 我刚才听你们说 千亿 什么东西夹着千亿 哦 柯姐 把你这枚戒指 给我们龙帅大人瞧瞧 看你到底值不值一千 我 我们不卖了 我们不不卖 BOSS 龙帅有兴趣 你们还敢追逐 啊 那 好吧 龙帅大人您看 就这枚客戒 他居然跟我的 一千个鱼 真闹当着大鱼 龙帅 我刚才看了一眼 应该是没错 就是龙文介 哎呀 龙帅大人 您就别看了 这我都已经看了很多遍 看哪就不值一千 不卖 你入侧的军衣天才是 本阁主就闹着我 凡是有人手持戒指的 因为有本阁主亲自做 神光吃苦轮到你 狮子做主了 啊 客中 废队 小姐 不吃这枚戒指 你从何处过的 这郑国荣说要参加周家寿宴 你周家有 我不能包 这戒指是一个神秘人送给我的 他说这戒指价值千亿 若是我缺钱的话 便可拿戒指 来这仙境阁卖 小姐是要一千亿 真能给我一千亿 给他一千 真能给我一千亿 大哥 你们真能给这么多钱 这戒指真是一千亿 我说是一千亿 就是一万亿 哎呀 是这个钱 一一万亿 你知道飞卡里边 有一千个亿 你们可以随便的去 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等等 小姐 若是你再碰到这位神秘人 请务必通知 就当我李涓天 欠你个天大的神器 整国龙帅的人群 那可两回了 好 我会的 说帅大人 这枚戒指最多就是一个亿 我为什么给他们千个亿啊 这枚戒指的价值 不在于他才 他代表的意义 可知万亿 万亿 他可是我龙神殿的信仰作人 是 青龙 是 通知下去 让四大天王有大战人情 本帅 要带他们 去参见龙神殿 先使 正 属下告退 欧阳师妹 师尊 下山 这么多年 师尊终于出场 我创立仙罕集团成为世界首富 等的就是这一天 你说的是真的 就这么一个小小戒指 对方居然直接给了一千亿 是啊 龙爷 我当时汪了一批 哎 柳小姐拿出戒指的之后 对方 他就真的给咱们一千亿 爷爷 我看 龙帅对那戒指的主人 特别在意 龙帅跟师叔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师叔的能力 远远超出我们大家的想象 要想说 这方先生的能力 到底不强 只要师叔论意 天下 尽在杀 这世间 居然能够有如此的盖世呢 柳雪 你觉得 方师叔怎么样 一道无双风步翩翩 也有无上实力 我对方先生也是推重备致 好 柳雪 你的年龄 跟方师叔相似 如果能成功 那可是天大的良缘了 我做主了 一定要输成你们的 追师太 老爷子 老胡多 他跟 他 这 这 插着笨 哪 插着 就是啊 爷爷 你都教他师叔了 那我以后叫你 我们各论各的嘛 你 管我叫你爷爷 我 管你叫 师叔 哎 爷爷 周杰二少死在来大会上 行 还是因为我们万将 麻烦大了 肯定是唐黑龙和柳传江 连起手来 杀了周家的大宗师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周家如此强大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这个小孩真是太冲动了 得罪了周家 他必死无疑 爸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 他怎么说也是我的丈夫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死在周家人的手里吧 更麻烦的是 我们万将 也在劫难逃了 如果我们交出万世集团 或许还有一线转机啊 爸 那可是帝都周家 周家的嫡妻死在了大会上 还是我们万家的女婿 你觉得 万家能脱得了干净 他现在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不默着 已经被周家的人杀了 这么久你去哪了 你这个人就知道胡来 周家是你能惹得死的吗 可我救了你了 他们想要公司 给他们就是 你出头 逞这个能走什么呀 这周家二少死了 周家人一句话 无数人来追杀你 你迟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周家 我下山就是为了命成绩 而且 我答应过你爷爷 要让你们万家 成为顶级豪门 你且看着便是 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吹牛 不想着跑路 还在这干什么 现在连柳子都自身难保了 还让我们成为豪门 你以为 您世界首富不良一仙吗 我不是世界首 但世界首富是我徒弟 但世界首富是我徒弟 你这是做什么 什么时候来在这瞎说 世界首富是你徒弟 你怎么不说郑国龙帅是你徒弟 对啊 他也是我徒弟 疯了疯了 万万家 怎么能贪上你这么个祸害啊 小涵啊 这是平田给你准备了一百万现金 赶快走 我说要用银行卡 可天天说取钱的时候 会暴露你的位置 所以就直接准备了现金 我 我是怕他死在我们万家 脏了我们万家的地板 周家二少死在大会上 虽然不是你干的 但周家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与周家二少为敌的人的 有心了 不会有一点你说错了 周静 就是我知道 这种话你也敢乱说 你知不知道 说是因为别人听见 后果很严重的 周家二少 两个保镖全都是大纵事 就凭你 你还是趁着周家没找上门之前 赶紧走吧 倘若我走 你们怎么办 小安 这你不用担心 大不了我们交属外事集团 怎么了 大小姐 那是不好了 周家发布通缉令 延程全程戒备 所有人都出不去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 凤寒你走不了了 现在延程全程戒备了 我也没说我要保 而且 我还要参加周家今天的晚宴 我要是不去 那不是放了周家人一条 小韩啊 你还惦记参加今晚 周家的寿宴 当然 我要是不去周家寿宴 那周家今晚的大戏 岂不是开不了了 方韩 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寿宴 郑国龙帅也会参加的 你是去自行子路啊 小韩啊 别闹了 你一个周家就如此 同步 再来一个郑国龙帅 你去了 必死无疑啊 好了 你们呢 今晚且看好戏便是 喂 你 唉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万家 要止步于此 我们万家 怎么就探上 这么一个灾星了 沈阳 你来干什么 本少奉周家大少的命令 特意闲来邀请二位去参加 行啊 要是让我亲自动手的话 出了事情我可不管 爷 黑龙叔 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 周家派了两大宗师 去写职丢的家妇女 就在宴会去了 是如今天晚上 立成大宗师 我们订单 体秘先动 且秘中 好 祝福造成业 配偶会四套精英 今晚 是 灭臭家 是 丧业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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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主人 来参加我爷爷的六十大寿 我本当与主人一途庆贺 但我现在的心情 却非常沉痛 因为在此之前 我二弟周济明 参加药王大会 却惨死当场 朱家二少 在了要王大会上 谁人这么狗胆包天 这不是统破天了 原周家二少 真是自求此诺 朱大少 到底是谁 这么狗胆包天 我认为无论是 都要严肃助理 杀 朱子 对朱家二少报仇 万婷婷 万千军 万家妇女 就跟此事的罪魁祸首 丛盛 这只是个误会 是个误会 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啊 我当时就在现场 要不是他俩不吃好歹 二少怎么能死啊 我二弟 只是向万家求取药方 万家非但不云 还叫了一个叫做方寒的年轻人 对 这个叫方寒的 就是万家的女婿 将我二弟残忍杀害 柳川江 唐黑龙 二人狂狈为奸 联合方寒 杀我二弟 陈阳 是也不吃啊 大少 您说的太对了 那方寒 确实没什么实力 救会的医术 救过柳家老爷子 那唐黑龙 要不然他俩 怎么能对他言兴计存呢 大少 周老 身为万家家主 根据周朱 高抬 我万家全不敢与周家为敌 周上 请您高抬会手 我们愿意献上万氏家族 还请您 帮过万家 周家二少都死了 你们还想胡啊 周老 杀了他们为周家二少报仇 他们与邦凡是一起 这是让他们活 撞不开战 你要立即凑 想活路也行啊 把方寒杀了 也能将功协罪 不行 他是我丈夫 晴晴 你别执迷不误了 你们才结婚多久啊 你管他死活干嘛 我们既然已经结了婚 我就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你们就只能 溺气死 慢着 虽然方寒没有实力 也没有亲自动手 但杀死我孙儿的命令是他下巴 软家的女婿 你们觉得我可以放过你们吗 而且如果当初你们把万氏集团献出来 我二弟怎会生死 一切都是你们的错 诸位 今天老夫请了北魏宗师 还有四大宗师前来赴宴 就要等着方寒 穿将黄黑龙前来赴宴 我要抱着血海身口 既然方寒不敢来赴宴 那么就杀了他半家的妇女 记得我死去的罪儿 谁说我不敢赴 我要是不来 何人为你送走 方寒 你是来灵死的吗 就凭你们这些周家人杀不了 我是来 我送你上宫 方寒 你来到这里还大言不惭 我看你今天晚上是走不掉 一群楼尾罢了 别说是你们周家这些人 就算是帝玄天来了 他也搭不 方寒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来送死吗 放心 这个世界上能杀我的人 还没生出来 我就是来敲醒 周家的上宗寒 方寒 我是真的不明白 是谁给你的人 看不起我周家 也不把郑国龙帅上的眼 你是无知者无畏啊 你还是真蠢啊 大少 他连宗师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会知道周家和龙帅的厉害啊 就单说是周家老祖 可是超凡大宗师的事 被国师封为义姓王 他 怎么可能会知道 义姓王 很厉害 郑国龙帅帝玄天在我面前 也得毕恭毕敬 方寒 现在就不要胡说八道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你这么说 会把我们万家都害死的 你这可是成功龙帅 方寒 杀我孙儿 不如龙帅 你罪该犯死 今天方寒 换家 邱家 推龙会 一个都别想跑 他这种人 怎么会知道超凡大宗师的恐怖呢 动动手指头 就能捏死他 无知 超凡大宗师很厉害嗎 武道极致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皆是土极瓦口 这方寒 该不会也是让吧 他挥挥手 就能秒杀超凡大宗师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太抽屁 本事没有说大话的本事道理 无道宗师走了伤 真是郭躁我奉劝你们 不想被伤及无辜的话 趁早离开 哈哈真是笑死我了 一个毫无本事的废物 竟然敢妄言杀过我们所有人 桑涵就你那武力指 我随便从哪里拎出来一个人 你都得被在地上求饶你知道 既然如此 那一会儿 就别怪我心疼什么了 方寒 我现在还真有点不想杀你 我特别想让郑国龙帅看看 你现在这副愚者的样子 我相信郑国龙帅 也特别想看到你被我治死的场景吧 你放心 郑国龙帅来了 他一定非常愿意为我笑容 你杀了你 方寒 你快少说两句吧 什么时候了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 你就不要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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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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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周家这 我自己挑 你自己挑你自己的死吧 别一个一个上了 一起上吧 不 我把他抓起来 把我给我手都爬起来给我上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唐黑龙见过方先生 周家已经被我黑龙汇煤的水泄不通 一个人也跑不了 方先生你没事吧 周家这群废物 你们不用过来的 我一个人努力 好啊来的好啊 免得我一个一个去找你们呢 今天晚上你们都得死在这 唐黑龙啊 李胡川家 你们两个人向周家效忠 你就可以活 老子就得死 周齐海周俱山 你们还在这白日做梦呢 你们以为自己能活活今晚吗 就算你黑龙汇和柳家合力 也只是皮肤汗术 其能与我周家相比 没想到燕城这种小地方 还有如此人间角色啊 我现在改主意了 只要你把本少爷伺候好了 本少爷放你一把 呸 一个将死之人还在妄想啊 我看你是找死 待会儿我把你抓住了 让你知道周家的厉害 啊 你不是要死保了万家 来啊 我就把这把老葡萄拿着为狗 我再到万平医生去间隔 既然你找死 那我成全民 方寒 你放开我 周家的地狱 你根本就不知道 得罪我周家 你只有死了 我说 你们周家这群废 我俯首可命 就算是所谓什么 镇我龙顺 我也要给他两巴掌 还有 万田定是我妻子 天王老子来了 终于他 方寒 给我放手 想让我放人啊 好啊 这样吗 方寒 如此欺误周家 难道 你知道你不会死吗 你们这群拉子 别说你们周家 就算是龙神殿 所有精英荼斗 也揭不住我一招 孟海 当真是狂妄 竟然连龙神殿 都不放在眼里 龙神殿 是我们龙艺 最强大的存在 据闻 郑国龙帅统预的 四大天王九大战神 可全都是 大宗师以上的存在 完了 如今已经得罪了周家 要是再得罪了龙神殿 我们万家 连一份希望都没有了 好 给我上 救出大少爷 杀了他呗 这是什么什么的 也有家主 你知道这是什么手呢 先生的事 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我看你还敢不敢玩 你 不敢 不敢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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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嘴干 出嘴干 老东西 你猜我敢不敢 方寒 我周家底蕴封厚 老祖是超凡大宗师的 异性王 宗师正在来的路上 你若现在放手 还能活 你若再动手的话 就只有死 周云通啊 超凡大宗师是吧 很厉害吗 一见龙蚁 就算是镇国龙帅 他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试问天下 谁能杀得了我 方寒 快住手啊 你找你在干什么吗 方寒 你个畜生 老夫要将你随时万断 老东西 别急 马上轮到你了 我要让周云通 亲眼看着 他的后代子孙 是怎么一个一个消失的 我要让他亲眼目睹 后代子孙的死 金城 方寒 老夫必杀你 你不是 让我放开他 这样吗 方寒 杀了 你 你 你 我要杀了你 怎么回事 这四大宗师 怎能倒地了 他们都没动手 难道还有其他高手 隐藏在这儿 老爷 镇国龙帅到了 老爷 镇国龙帅到了 你所有人都活不了 先生 我们怎么办 周家 你们应该感谢 帝玄天 因为他 你们夺活了片刻 老海 你活不了了 我们要将你牵到 帝国龙帅 帝国龙帅 如果镇国龙帅 不让学习 周家 杀了 还是不杀了 放心 他不敢 好大的口气 你们 黑龙会和柳家 你们咱敢杀龙帅 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好要是敢欺师灭祖 我就把这个不孝子孙 废修 让这个不孝子孙 下去 给崇山陪葬 方寒 镇国龙帅到了 你赶紧跑吧 好 今天的周家的寿宴 不变成桑宴 我不白跑一趟 你们可以先走 不会有人来人 我们与方先生 共存亡 不行 方寒得和我们一起走 我今天来这的目的 只有周家 所以我不会走 来人 帮我送他离开 是 不行 方寒得和我们一起 快走啊 接下来 轮到你们了 老子 现在还在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现在你逃也逃不了了 谁要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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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何人这么大胆 竟然敢在周家闹事 龙帅 就是这小大人 他不但大闹 老朽的受臣 还说 就是你站到他的跟前 也要跪下 龙帅大人 这个小大人 他不光抗击年还做 龙神殿不过突击挖狗 他挥手可灭 你给我闭嘴 龙帅大人 明明是他们在颠倒黑白 他们从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万家妇女 也是被他们强行带来参加业会的 不仅如此 他们对万世集团的药方 寄予依求 并对我的孙女和万家之女 行不为之事 龙帅 没有 他杀了我的次生 周济明 长生中进 他就刚才被方寒 成为被人 你看 他们都站在那 这不是老夫的宽容吗 过来 小杂种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对龙帅胡来唤去的 再敢出言不逊 我要了你的脑袋 你 什么意思 宝汉 找死你敢敲龙帅大人 在说什么 我就是这么叫你的 不会跪下 先生 师尊教会 玄天 断不敢忘记 龙帅大人 你为何骗王这个杂碎 我周家给他不够 这盖死的东西 本帅做事 请容你在这给我走 龙帅 你身份尊贵 如此下跪 犹如我周家 你 我周家也不差呀 你 你 你给周家我一个交代呀 交代 交代就是 你们全都得死 地玄天 我周家也不是任人就欺负的 是吗 心杂人等 不想死的给我滚 你 你想干什么 老东西 我说过 你们周家人在我眼里 不过楼椅杀你 一如反常 不 我周家老祖师 超盘大祖师 你要杀我 他必然不会放过你 难道你还不明白 连本帅在先师面前 都得跪下 你认为周云通 在先师面前 算了什么 那你先前说的 先师说的当然是真的 别说你小小的周家 就算是本帅的龙神殿 所有的人 架在一起 也敌不过先师一周 可能 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有这么强的人存在 你们是在骗我 玄天 送他上路 谨遵师命 你们要杀了我 国主也不会饶恕你们呢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连国主都有求于先师 那小小的周家 又算得到什么 国主怎么会有求于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短短十年时间 你们不会 把帝都的方家给忘了 当年方家覆灭之时 周云通未能杀死本罪 你们就应该会想到今天 这 这才二十岁的纪念 现在就 这么大的城 鸡包 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吧 等周云通那个老砸碎 你下去的时候 这份他给你讲 父亲 您在等 孩儿马上就把周云通 下去给你飞走 先生 咱们这么干 真没看 周家可是地图豪门 半大国五世家之一 他们家还有个什么老祖呢 你小子在担心什么 你就算不相信先师 也应该相信本帅 周云通那个老东西的修为 不用先生做事 我一个人就解决了 黑龙 派人进来 清理一下现场血迹 黑龙明白 今天 处理一下后续事情 先生放心 师尊 如今周启海已死 周云通并不会善罢开去 若师尊允许 弟子可以帮您 彻底教育周家 无妨 此事关系到我方家面门之中 我要亲自动手 看着周家死 好吧 好吧 不过弟子会密切注意周云通 他这次一定会报 我此次放周济山回去 就是为了激怒周云通 让他亲眼看着自己重孙的惨状 对了 师尊 还有一件事情 欧阳师妹已经准备回国了 预计就这两年的飞机抵达国了 他跟你说的 那天我看到您的戒指之后 就知道您要下山了 于是便将此事告费了 欧阳师妹这些年创满了仙寒集团 产业遍布数十个国家 市值超过十万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您下山复仇 他能够帮你 罢了 他想回来 就让他回来吧 也确实有些年头没见他了 你要说什么 你这是做什么 师尊 弟子此次寻找师尊 其实还有一件大事 弟子奉国主之名 请师尊称为我大想过世 为我大想过世 师尊 此事其实早已经决定 奈何师尊先宗缥缈 我们一直未曾找到师尊 此事便一直拖延了下来 此事为师早已知晓 师尊 弟子来寿宴之前 国主是千叮铃万祝福 要弟子好生招待师尊 为的就是求师尊 能成为我大想过世 罢了 此事为师可以答应 但人是要先处理周见 师尊答应便好 弟子明白 弟子来前国主曾说 若师尊答应 后天便可在宴城 举办策封答应 不过有件事情 我要说一下 你万世博这些年潜心修行 导致万家末 生意上 你们要多关照万家一样 这个您放心 欧阳师妹在回国前 已经知晓万家的事 明天仙汉集团 将会在宴城 名义上是挑选商业合作伙伴 实际上师妹已经吩咐下去 最后定会选择万家 很好 先过龙帅 无需多礼 都是自己人 师兄 你怎么也变得如此身份了 坐坐坐 龙帅严重 我天生一笨 没入师尊法院 只得了个继命弟子 龙帅乃师尊清传 我岂能相比 师兄 你说这话就见完了 你可是大师伯的弟子 那就是我们同门师兄 莫不是你不认我这个师弟了 大弟大弟 周云通这个老东西 怎么来电话 蒂轩天 你都干了什么 为什么我儿子还被杀 你就在晚宴上 为什么放走凶手 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跟你没完 你算哪根葱啊 我给你个交代 我实话告诉你吧 人就是我杀的 怎么着 有意见啊 有意见的话 来宴城找我 蒂轩天 你很好 非要跟我周家过不去 那就走着瞧 你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出代价 这个神经病 周云通这个老东西的事情呢 你们就不用管了 都是小问题 小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 来找我 我能给你个私 行行 走了 拜拜 拜拜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方寒 快走吧 什么 我本来以为 你只是喜欢说大话 现在才发现 你做事情 根本就不计后果 你把周家的寿宴 变成了桑宴 你知道 这个后果有多大吗 小寒 你也太冲动 神秘别说了 你们两个一起走 不用 我敢这么做 自然有我的底气 去去周家 不足为虑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周静明死了 周静商让你废了 你连周七海都杀了 连郑国龙帅 你都敢得罪 就凭他们 那也合不了 郑国龙帅又能如何 我能好好活着回来 这不就是最好的证 你以为我没有听到吗 郑国龙帅 是因为柳家老爷子才来的 他们是同门 柳家 有龙神殿护着 你呢 你有谁护着你 我不需要 我一人便可护一国 放寒 差不多多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只要有你一天在 我们万家 就永无宁日 你到底来我们万家 是做什么呢呀 灭周家 顺便兑现承诺 让你万家 成为顶级豪门 我要客救了 好了 婷婷 事到如今 你们两个赶紧走 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 面对周家的怒火吧 希望我死以后 周家能够饶活万家 岳父 您的想法我知道 我也理解 但这件事扛不住 我与周家的车祸 那是不死不休的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就不能隐藏一下 你的锋芒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 拿什么和周家斗啊 小汉啊 你既然娶了今天 难道想看着他 年纪轻轻就收割吗 别说了 你们俩赶紧走 十年之期已到 我不需要再隐藏自己 是疯吗 我这次下山 就是要大开杀戒 你是疯吗 我们万家会被灭门的 灭门 你不会真以为 他周家无敌了吧 只要我想 随时可以让你们万家 取代周家 真的 替代周家 现在我们万家 连存活都难 你怎么能让他 替代周家成为豪门 你说的不就是周家吗 现在周齐涵已经死 下一个 就是周家其他人 只要周云通看 我直接把他解决了 就是了 到时候 再也没有人敢阻止 你们万家崛起 周家不仅仅是 鼓舞世家 周氏集团 产业遍布全国 全市操作 毅力百年 除了仙寒集团 这样来跨过集团 谁能压他一头啊 你听到了吗 更何况 现在周家 马上就要和仙寒集团 合作了 你还以为 周家是随手可捏的吗 那让万家 和仙寒集团合作 那这样怎么总信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你拿什么 让仙寒集团 跟我们合作 凭什么呀 我凭的就是 能让你们万家 去参加仙寒集团 全球商业演兵机 让你们万家 成为仙寒集团 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小汉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能参加仙寒集团的款业 岳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相信 在仙寒集团的扶持下 万家很快就会成功的 能有仙寒集团做靠山 到底不会怕周家 要是有仙寒集团做靠山 那就不用怕周家了 爸 他疯你也跟着疯啊 仙寒集团什么样的存在 您不知道 是啊 仙寒集团 是全球第一商业集团 好生金融界的第三中国 他产业遍布数十个国家 市值十万亿之上 仙寒集团实力强大 他想让谁强 谁就能强 他想打压谁 没人来得住 方寒 听到了吗 仙寒集团 在我们烟城举办的晚宴 看称为国业 只有社会顶级豪门 才能去参加 连柳家都不一定 能去参加的晚宴 你们万家 是没有资格参加 这种商业晚宴的 听听 其实我 你是不是又想说 仙寒集团董事长 欧阳玉仙 是你的徒弟 没错 就是 方寒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求求你了 你先走吧 现在走还来得及 好吗 好 我送你 我送你 拖儿好想你啊 师父 拖儿好想你啊 这算什么样子 不满 人家太想你了 怎么回来了 人家还不是因为太想你了 所以就希望飞过来了呀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明天的晚宴 万家已经被内定为合作伙了 师父 要不您明天去看看热闹 听说周家也会去吧 是啊 周家也想和鲜汉集团合作 自然会出席晚宴 给我留个位置 好呀 师父 可是您怎么站在外面啊 我还正准备继续找您呢 我听说您已经结婚了 那师娘呢 我跟他们说 你是我徒弟 让他们放心 他们不信 什么 那师娘有没有和你离婚啊 为什么离婚啊 我好上位啊 你狗嘴吐不知向阳你 那我这就去取消万家的合作伙伴位置 让他们不信 行了 算了 这件事情 是个误 以后你就知道了 把该送的邀请函 给他们送过去 好吧 爷爷为什么选她当万家的女婿 事到如今 我们万家也再见 婷婷啊 虽然你把她逼走了 可周家 不一定会放过她 哟 还活着呢 陈阳 我们家不欢迎你 滚 那么着急干嘛呀 不要学方寒那样作死 你什么意思 本少爷养不万家 万小姐的方言已经很久了 所以送给你们一场藏谎 陈阳 你不要打雅明 有什么话直说 周家劳组已经来烟惩了 这第一嘛 自然是为了杀方寒 为周二少周家主报仇 你们两家的关系 你觉得周家劳组会放过你吗 不过呀 这事情还要转机 本少爷 本少爷与周家的关系是好 只要你愿意和方寒那个废物离婚 嫁给本少爷 本少爷就可以让你们万家免去 报复 陈阳 你痴心妄想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 相信你也知道 我们陈家与周家的关系 如果我都做不到的话 这天底下就没有人可以做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周家劳组这次来烟城 还要去参加明晚仙汉集团的商业晚宴 只要你嫁给我 我可以带你们进去 仙汉集团的商业晚宴 你们陈家也配去 你把我当傻子 我陈家不行 但周家可 万千条 你可要想好吗 只要你嫁给本少 万家就可以免去灭族之货 还可以去参加仙汉集团的商业晚宴 否则的话 万家必须 不放寒了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老爷 小姐 星汉集团 派人送来了一张晚宴邀请函 这是你 向周家要的晚宴邀请函 怎么回事 我就只是吹个牛而已 不是我 难道是发案那个废物邀请 我告诉你啊 机会只有一次 你看着吧 好 我答应 但你得在周家面前提防昂求情 好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同意 准备好 我明天来接 婷婷 这么做 值得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 万田定是我妻子 天龙老子来了 也动不理了 方寒虽然得罪了周家 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出头 我们在晚宴上 和欧阳玉先攀个交情 再加上陈阳的求情 不许能保下他吧 希望如此吧 否则他再接难逃啊 原来这就是非社会 顶级命六不接待的 九霄仙宫啊 不愧是仙汉集团 这一出手 就是全球典籍的酒店 这是什么 周家可是三大骨 五十家之一 就算是仙汉集团 也得给周家一个面子 天阳 怎么回事啊 谁让你打这旗号 把他们俩领了进来的 大少 他们已经见案同名了 还要跟那个方寒 那个废物离婚 我这才把他们带进来的 那行 看在你案前马后的份上 我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多谢大少 多谢大少 日后我定当 报答大少 说这个就圆了 你 谢谢人家陈阳 要不是人家讲情啊 你能分头扫三十五 你知道吗 谢谢陈少 大少哪里话 大少哪里话 听说今晚是仙汉集团 挑选合作伙伴的日子 这里面涉汉的利益超过千亿 不知大少 有多少把握 我周家是龙玉三大孤世家之一 老祖义姓王 这次合作 我周家势在必得 谁敢跟我起 那就是个死了 都怪我多嘴 我抢了又如何 我抢了又如何 这人是谁啊 居然敢和周家大少对手干 不腻味了吧 周大少 就是杯汤飞 但人啊 现在还活得好 听说背后 幸福龙山成票 谁让进来的 这里是仙汉集团商业晚会 像你这种没背景的人 也配进来 仙汉集团董事长 是我土地 整个仙汉集团的员工 都得听我的 我能进来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西号斯 仙汉集团董事长 是何等大人物 各工手脑间的 都要扶手成神 就你这种没背景的人 他会是你 仙汉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这种地方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当然是欧阳玉仙请我来的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说谎了 欧阳玉仙要是 真的是你的徒弟的话 他为什么不把订单 直接交给我们万家呢 因为我要在 今天的商业网宴上 亲自把牵引名单 交到你们万家属上 让全世界 见证你们万家的崛起 这是万家 成为顶级豪门的第一步 方寒 你就不要在这儿说谎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九霄仙宫 非世界顶级名流 恕不接待的 如果没有 你能站在这里 就是因为你站在这里 就独一争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是多亏了人家沈阳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沈阳 怎么 有问题吗 法 你不过就是一个狗腿子 还没资格站在这里 你要是实现了 就赶紧 婷婷 你不会真的认为 是这个陈阳 把你带进来的吧 他陈家算什么东西 周家也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带你进来 又有什么资格带万家 方寒 那不要再说了 你竟然在这儿 侮辱欧阳董事长 欧阳董事长 是你能侮辱的吗 你能不能改一改 你自实情高 恐怖遮探那种性格 婷婷 我知道你想让我逃 但在这件事上 根本就没有必要骗你 我更没必要逃 小韩啊 你不要再说了 现在马上走 再不走的话 回头这些话 传到欧阳董事长的耳中 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就站在这儿 我看谁能动 口气是真不行啊 你知道不知道 我周家对这次 仙寒集团的订单 那是事在必顾 而且告诉你 我周家现在找到了一位 连郑国龙帅都惹不起 的猴神 届时我周家老祖出手杀你 郑国龙帅都不敢来 郑国龙帅都害怕 嗯 那你快说来听起 我倒要看看是谁 告诉你的便宜 近日 博主要在燕城举办 国师特封大 国师是什么人 实力超凡入胜 郑国龙帅都害怕呀 我敢确定 你们口中的这位博师 绝对不会是你周家的靠山 而是负命周家的人的心 你小子是怕了 你知不知道周家可是博士 主定参加资风大德家族 这位荣耀紧周家的人 到时候周家老祖杀你一里凡家 就算是郑国龙帅也不敢做 你就等死吧 看看他这张脸 是不是吓傻了 害怕了 晚了 你以为有郑国龙帅跟你撑一样 你就高枕无忧了 插着事儿呢 你挡死他 那恐怕要让这个周家失望 你们周家人口中的这个心口 这就是方寒 这人脑子有病吗 那国师是何等人物 这一旦出行 那便是葡萄如云 军勿消随呀 你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来参加王爷 这儿就是来清除的 方寒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 你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吗 对 方寒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国师是什么 一言可定兴衰的大人 一句话可以让一个家族沸腾 一句话也可以让一个家族雨落 是你能冒名顶替的 我为什么 不是 你能站在这儿 不就是我一句话 是 方寒 方寒 不要让别人笑话你的 行不行 赶紧滚 今天我心情好放你一马 再等我和欧阳玉仙 谈完了合作 我周家横跨军商两届 我再慢慢收拾你 滚 我看该滚的人是你 这个签一定单 你们周家人拿不到 这是我说的 我说给万家 就给万家 你们周家已经将死这 可以拿签一定单 方寒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欧阳玉仙和仙涵集团会听你的 你说给万家就给万家 你以为你是 oh my god吗 方寒 我知道你想让我开心 但你也不能说这种明天大谎呀 万一欧阳玉仙杀了你怎么办 婷婷 我说过了 欧阳玉仙是我徒弟 而且这份签一定的 现在就在我身上 你是真拿欧阳玉仙当你徒弟了是吗 行 你这个师傅的身份我认了 那想必你是有合同的 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 别是刚从打印店取出来的 上面连签名都没什么 这个就是签一定单的合同 你好好看看 只要在这上面签字 马上就能拿到签一定单 不可能 这就是假的 这上面有欧阳玉仙的亲笔签名 还有专属印章 你要是看不到的话 你就把眼睛卷了 黄涵 拿着一份奖合同 跟点招摇撞骗 有意思吗 这可是欧阳玉仙签完之后 亲自给 还亲自送给 据我所知 欧阳玉仙现在正在国外 跟摩尔西家族谈一个大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 就和这个签一定单有关 他会回来见你的 你是谁呀 专瀚你听见了吗 欧阳玉仙现在在国外签署项目呢 他凭什么来见你呀 大少 这就是个来路不明 说人敢于是满嘴胡话的人 还用你说 我说过了 欧阳玉仙是我徒弟 他回来见我 有什么问题 你说谁是你徒弟的 李总 就是这个不知道天高俊厚的毛头小子呀 哪的毛头小子呀 是你敢冒什么董事长师傅 不想活了是不是 呃李总 李总 处理他先不着急 咱们记着大事要紧 先把结果宣布了 回过头来再处理他也来得及呀 那就先去说结果 哎好好好明显明显明显 你要公布建筑 谁就到手吧 啊 这是给你项目成功吗 没有什么事啊 主管 我代表尖寒集团项目周将 趁我们尖寒集团在龙域的战日合作伙伴 你说是谁 周将 我要是没记错的我 公司集团定你 可是万件 是什么东西 我是集团高层指定的项目总监 到底跟谁合作 我有决定去 我说是周将 他就是周将 好 很好 那你这个总监呀 怕是要当道徒了 小子 你还真以为你是我们董事长师傅 我们董事长会听你这拓揽货的话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要有你 李健 你要谁的命 健 你要谁的命 你来了 方寒 你不是说我用董事长是你徒弟吗 现在怎么说的 用诸你继续说呀 哦 哈哈 他就是仙寒集团的董事长啊 好大的气场 他小子 先前口出狂言 这下有他好看的吧 这里怎么回事 董事长 这小子这闹事 为难咱们的合作伙伴周少 欧阳董事长 我来参加您的板验 这个小子当众羞辱我 出于对咱们两家合作关系的考虑 余情余礼 您得给我一个说法 合作 我要是动员 不 在整个龙玉除了我周家 谁还能和仙寒集团合作呀 您不会要为了这个废物 给老师破脸皮吧 董事长 这小子当着重人对面 被你来周少 他还对你一出点不去呢 哦 是吗 那你觉得 应该比较处理 我觉得 董事长 你敢立刻把万家赶出去 至于这小子 论文官打死 那 我跟董事长 这都是误会 小韩只是跟您开了个玩笑 我们绝不敢在宴会上造词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饶过我们这一次吧 岳父 您放关系 待会儿跪下的 是他礼剑 您 确定不看看 这合同的真假呀 来吧 为了让我下跪 竟然拿份奖给我们的笑 真是可惜呀 今天 人呢 李健啊 你确定 这合同是假的 你和万家屈烟故事 不就是要报上 仙罕集团大本吧 我们仙罕集团 就算要抢合作 也只能是 向周家这顶级豪门 你们什么东西 一个小小的万家 也配 所谓合作 就是两方在实力均等的基础上 进行的商业行为 小小的万家 企图跟先寒集团合作 不自量力 李总 像方寒这种人 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就应该弄棍打出去呀 欧阳董事长 不是您看到那个样子的 方寒只是跟您开了一个玩笑 绝无恶意 来人 把万家跟这小子 让我们打出去 万家 你怎么确定 这合同是假的 你看过吗 董事长 像这种项目 你不可能给万家 肯定是方寒这小子冒陈在签名 不用看 也知道是假的呀 坏 原来这合同看都没看 就说是怎么 谁给你的帮打 董事长 我 我问你 我们集团叫什么 谁还集团呀 那他叫什么 方寒 那我呢 欧阳玉 欣 师傅 您来了怎么不告诉我 你突然老想弄了 西班纪团居然是这个人来着 他竟然真的是欧阳玉先的事 师傅看来他说的话是真的 没想到这小子真的是欧阳玉先的师傅 那不就说明刚刚李健私的是真合同 不是假合同 这下周家可有好戏看 这不应该原来是给万家 不是给周家的 欧阳玉先真是他徒弟 哪弄错了吧 原来高层 早就决定把这个项目给万家了 你说呢 今天让你来只是走个过程 谁知道你竟然敢据你我 不 董事长 不是这样的 少了我吧 董事长 机会已经给过你了 是你自己的事 男人把他给我摸下去 董事长 找到我吧 我真的不是 董事长 我不服 凭什么这订单就给万家了 我周家才是顶级豪门啊 今天这场晚宴 本来就是为万家人 是你周家自己要的 我求你了吗 对 你 你方寒 你是明知道这丢单就是给万家了 你揣着盒头就说 你情怎么着看我笑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可惜你不信 怪不得我 行 方寒你可以 你就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自在 要不是欧阳玉先保住你 我一直都戳死你 周济山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辱骂我师父 信不信 我今天就让你破产 洛英 反令下去 先寒集团立即终止 周家总有何 清尽一切 狙击周家所有家产 董事长有令 全力狙击 帝都豪门 周家产 欧阳玉先你敢 你一个小小的周家 我有何不敢 欧阳玉先 你真的要因为这个废物 和我周家不死不休啊 我现在怎么都想不到 他真的是他的师父 就凭你 我想让你破产 你就得破产 欧阳玉先 我警告你 这是在龙玉 我周家背后是个卧师 敢得罪我周家 信不信 我让你在龙玉的买卖 就干不下去 卧师册封大典之日 我会亲自灭 周家盲门 你给我滚一边去 卧师册封大典 我等着你来弄死我行吗 你看咱俩谁死 老左 不不那个老左 混账满意 什么事 你在燕城 怎么得罪欧阳玉先了 现在咸汉集团 正在全力狙击我周家 所有产业 不是老左 不是我得罪欧阳玉先 是欧阳玉先一直要抛臂 杀了爷爷和弟弟的凶手方寒 您看这事 他在找死 现在咱们周家已经不同往日了 您的意思是 就在刚刚大厦国师将册封大典当日首席 赐给我周家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是意味着 在国师心中 咱们周家的位置比咱们自己想象的还要高 没错 日后别说欧阳玉先 就算是郑国龙帅也要被我周家 再讲一下 盛世即将提到宴城 你准备好人节吧 我先挂了 完了 你们都完了 这回谁也保不了你们 大家正式到 谁是周启山 我是 郭老爷 这是明日国师撤封大典的进场过程 凭磁铁可入首席位官吏 或是可以让本室送他 首席位官吏 国师如此其中周家 天要往往万象 董事长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恭喜大少 贺喜大少呀 得国师后外 周家成为我大厦第一家族 值得可待呀 以前从未听说 国师其中周家 是发生什么事 给你们开开眼 这个就是国师亲自指定我周家 给我们周家的国师特封大典 首席位官吏国 能有此殊荣 楚天之下除了我周家 没有第二家了 只恐怕这份国铁 不是你周家的荣誉 而是你周家的催命 记得赤裸裸的机会 首席官吏位的国铁 说明什么呀 说明国师对我们周家的器重 这么器重 别说是一个鲜寒机会 就是镇国龙帅来了 也得跪下 周济山不让你们周家人做首席位 只是为了方便我杀你 你们还有一晚上的时间 好好享受 大师的上 他说他是国师啊 国师啥人物啊 现在大厦超人存在 就连国主见的都要礼仪相加 就他还国师 狗东西最硬是改变不了结局的 再等明日国师册封大典结束之后 你们都得死 欧阳玉仙 我周家是比不了你 国师呢 仙寒集团一完蛋 我就玩死 这太监 有能力玩吗 宝涵 咱们俩薪酬就账一块算 我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你女人被我玩死的样子 都要是长大事不好 之前我们集团的许多合作上 在得到此消息之后 都要与我们解约 放弃合作 包括之前沃尔西家族 我们谈好的项目 也要跟我们解约 正在我们集团的处境 可是明了 欧阳玉仙 哎 哎 害怕了 刚才不挺嚣张的嘛 孙涵 你不说你自己是国师吗 有本事把这个麻烦解决掉啊 是啊 希望 你们明天还能如此嚣张 等周云冲来了 我就把你们周家一国全端 方寒 都这个时候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方寒 你就挡着吧 明天 老子就把你脑袋拧在那 当球体 师父 前几日我确实听说 那位神秘国师非常厉害 国主轻盈 李贤下士才请来当国师的 就连龙帅也忌讳默胜 看来 帝玄天没有把这件事 搞扶扬一些 没事 你不会真以为他们周家 能飞黄腾达吧 不用担心 我说了 明天就是他们的末日 方寒 我周家不会有末日 只会成为大厦第一家族 而你 今天晚上给我洗好了脖子 会去等着 明日 本上 走 欧阳董事长 对不起啊 无法 我们先喊集团 可不是他们随随便便 就这么机会 小问题 只是 莫尔西家族反悔了 那笔千亿的订单 恐怕暂时无法继续履行了 师父 我先回集团 处理点事情 放心 你先去忙 这件事啊 不用放在心上 有师尊罩着 得嘞 那师父以后 突然就靠您了 这真是天往我万家 原本以为拿着这千亿订单 可以使我万家飞光灯达 可现在 方寒 你走吧 你的心我明白 这次的订单 你没有骗我们 可是 我们万家已经没有机会了 现在 连仙寒集团 都自身难保 以周家的实力 想灭我们万家 就是弹指引会剑的事 谁告诉你没可能 小孩 你不必宽慰我们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连整个龙帅都没有办法 我说过 我会让你们万家成为豪母 我必然会做到 你做到 你如何做到 现在周家 放上了那个什么神秘国师 你和他拿什么对抗 拿你的头吗 我们不是周家 和国师的对手 放弃吗 现在我们能活着 就已经不错了 国师的事 你们先不用管 现在首要的任务 是拿下这个项目 让万家成为豪美 这才是重点 你拿下项目 方先生 你想得太简单了 刚才周金山你们说 这个项目是欧阳董事长 跟摩尔西家族谈的 可人家现在因为国师 已经把这个项目停了 只要停了就重启 我亲自去 他必然会答应 你知道摩尔西家族 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是西方第一财团 是世界的第二财团 仅次于县汉集团的 小凡你有所不知 据传 这个摩尔西家族 在大夏地区的负责人 曾差点死在 郑国龙帅的手下 他非常怕郑国龙帅 可现在连郑国龙帅 都不敢招惹国师 以国师对周家的器重 他摩尔西家族 敢回备周家的意思 你听到了吧 想让摩尔西家族 继续履行合同 大概率是不可能 摩尔西家族又如同 我让他重新接 他肯定会重新接 不幸的话 你们跟我一起去找一下 摩尔西家族 落在大夏地区的负责人 我相信你 但如果这次不成功 你必须马上离开燕城 老板 有两个人抢上工资 说出来找您的 已经快到您办公室了 你去 两个人都不拉宝 家里干嘛 快拦住他们 不用了 我已经来了 方寒 这可是布莱恩家族 迪西继承者 你这样硬闯 会惹出大麻烦 快走快走 燕西人 带着个枪梢国的办公室 再死吧 怎么想杀我 趁多龙帅都杀不了 给你个机会 把这个签了 项目重新开始启动 年轻人 知道我是随马 你们县汉集团 招热上周甲 而且把部分项目 给了班甲 他们特效 确定 要为了一个周甲 得罪我 如果仅仅 只是一个周甲 什么都好 周甲背后站着的 可是过时 这位过时非常痛 连郑国龙帅都是他的痛 严谦先生 你想我会为了你开罪 郑国龙帅师徒吗 那你知道我是谁 得罪我的后果 可比得罪 郑国龙帅严重 你是觉得 自己比 郑国龙帅 汉养厉害 郑国龙帅 打一个电话 他乖乖的过 你是哪里 报复了 郑国龙帅 何等人 他会听你的话 在你的眼里 这帝玄天确实是个高高在上 站在我那儿 别说打电话让他过来 就算让他跪下 他也坚决服从 你敢侮辱 这个龙帅 我马上打电话 让他过来 你自定了 行 随便 你看他帮不帮 方寒 你不要在这瞎搞啊 一会儿龙帅真的来了 我们 你许是个东西 这个龙帅是我的号码 他一定会放过来 你好龙帅 我这里有人侮辱你 还强逼我 签合同 您能抽空过来一趟吗 是谁 合同上 写的是关卡 来的是低男低女 我马上过来 好好好 想咱 你侮辱了龙帅 无论你是谁 都死定了 你知道我是谁 别说他一个镇国龙帅 就算是国主 对我也要纸张三分 方寒 不要再说大话了 你这样会害死我 我快道歉 布莱洋先生 刚刚方寒跟您开玩笑的 我们方家没想跟您签这个合同 我们现在就走啊 哎 拿着他们 日本独当侮辱龙帅 还对国主重担不许 我可不想受他们签论 谁说我要走 镇国龙帅还命 合同也没签 我是不会走 死到临头 还想见合同龙帅 马上不打 你死定了 谁死定了呀 谁死定了呀 龙帅 就是这个杀雀 他胡当侮辱人 还直接说 就算是国主 也不敢对他不敬 合同签了吗 我怎么会签 他不过是同时招日商机 和周家的一个臭臭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龙帅 你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不签合同 还要出业辱骂他 三年前没有杀你 你觉得活酷了呀 放心 没事 这都是周家背后国师的意思 国师 也是你的师尊啊 难道 你让我和他签合同 违背 尊师的意愿吗 当然不会违背师尊的意思 但是 你知道他是谁吗 难道 他比国师还厉害 不是 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的师尊 也就是传说中的国师 啊 这怎么可能 他就会叫起 Oh my God This I believe 他们在说什么 为什么布莱恩 露出了惊吓的表情 我哪知道 等着就是了呗 也是 他们大人物说话 我们怎么会知道 他们一会说完了 咱们就走了 有些事情 不该问的别问 现在该怎么做 不用了 先生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了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先去忙 既然如此 那玄天便告诉我 为什么龙帅看起来 对你毕恭毕敬的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但你又不信 我有什么办法 布莱恩先生 对不起啊 我们真的没想跟您签任何合同 冒犯您了 我们现在就走 抱着 抱着 布莱恩先生 对不起 刚刚这里冒犯报了 我们万家没有想跟您签这个合同 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我这 过 小姐 合同给我 这合同 我不但要签 我代表 布莱恩先生 还有追加 一千亿订单 布莱恩先生 您这是 布莱恩先生 我们布莱恩先生 能和万家合同 是为了莫大大 肉家 布莱恩先生 你看 还蛮行 勉勉强行 还行 放心 我想为刚才自己的事例 设言道歉 你看 能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吗 倩一收到了 吃饭算 没时间 等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就算布莱恩怕龙帅 也没有必要跟我们签合同啊 毕竟 这是要惹上国师的 我说了 我就是国师 布莱恩自然是要分清大小 你觉得现在你说这句话我能信吗 信不信有你 足过两千个亿的像 也够万家在一年之内成为顶级豪门 那也得看我们万家能不能守得住呢 明天就是国师册封大典了 大典之后 周家会更上一层楼的 有国师当考山 别说我们万家了 就连仙寒集团恐怕都难逃一劫了 我说过了 那就是国师 万家不会有事 方寒 你就不用安慰我了 我知道 你跟爷爷学了一点医术 当时我救你也没有想让你回报 现在 你没必要跟着万家一起死 这样 要不你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罢了 等到明天策封大典结束了 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方寒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行了 开车送我去仙寒集团烟成分母 周家集结了许多公司和家族 对我们展开反击 一旦龙域境内的产业碰 那些海外财团恐怕会对我们的海外资产 尽其而公知 郑国龙帅那边有传来消息吗 我已经联系过了 郑国龙帅称 待会儿会亲自来找 董事长 那我先出去 你有事叫我 怎么了 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师父 周家帮上国师之后 现在仙寒集团被龙域的多个家族公司一起围攻 我们都快愁死了 没办法 等着破产吧 只要是破产还好 大不了从头再来 可关键是周家是想要我们的命啊 那就跑路呗 那国师太厉害了 师尊我又打不过他 那你说有啥办法 哎呀师父 我知道你最厉害了 你要不现在赶紧出手 把国师的位置抢过来 只要您一出手 没有人能比得过您 没辙等死吧 那凉凉了 弟子见过师尊 过来坐 说正事 怎么样了 册封大殿已经准备好了 明日您直接登台 接受测封就行 师兄 您刚才说了什么 师尊接受测封 啥意思 师尊没跟你说吗 师尊就是那位神秘国师啊 师父 师兄说的是真的吗 您当真是国师啊 现在相信了 师妹 你这反应也太迟钝了 别不想想 这普天之下 除了师尊 还有谁能成为我大下国神秘国师 哎呀师父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你刚才还逗我 说什么早点跑路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你是国师 那我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 之前跟你说 你不相信吗 我就没再提 但现在呢 知道也不晚 师尊 我收到消息 周云通带着一位超凡大宗师 来到了燕 并且 他也成功突破到了超凡大宗师的事 两个超凡大宗师 该死的周云通 又是哪找来的帮手 咱们大下全国的超凡大宗师 加起来都不足实质之数 超凡大宗师 已经有破山岳之族 具有超多凡大宗师 拥有悠久受物 我对付一个超凡大宗师 没有问题 但是两个 即便是我 也没有办法 对啊师父 这周家又多出来一个超凡大宗师 咱们能打得赢吗 看看你们两个被吓得这副样子 别说两个超凡大宗师 就算是一百个 也忍不住你师父一招 可是超凡大宗师啊 师尊 您没有骗我们 还记不记得 当年传授给你们的修行功夫 师尊传授 弟子不敢忘记 其实 那并不是什么武道修行功夫 而是修仙法术 啊 师尊 您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为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实力进步神速以外 却并会有其他发现 按理说 我与师妹零早就发现才是 是啊师父 您不会又拿我们开心了吧 本来就是逆天之趣 需要的资质天赋 非同凡想 以一个人之中 都不一定能出现一位 你们两个啊 天赋资质太差 远远达不到邀请 这我和师兄的资质都不够格 那这天底下 还有谁够格 所以迄今为止 只有师尊一人修行 就连当年你们师公 也未能登与先到 你们说呢 对了师父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 这周家当年和方家 到底有何仇怨啊 当年方家可是天下第一 那周家为何还冒如此大的风险 也要围剿方家呀 当年我方家祖上 曾传下来一些秘谋 名为福西八卦盘 我方家更是凭借此盘 成为龙玉第一家族 那周家就是为了此物 不信貌这么大的风险 围剿方家 周家已经是密谋两久了 在一次宴会上偷偷下毒 我方家人没有任何防备 父亲 长辈 结结重度 很深 如今我修仙归来 自然要找他们周家 保当年灭人之仇 师尊报信 弟子深受师尊恩惠 师尊的仇敌 那便是弟子的仇敌 一日弟子定当不惜拼尽全力 剿灭周家 孙儿济山拜见了 晚辈陈阳 见过老祖的 都起来吧 先说说方寒吧 是 老祖 这个方寒 死活跟咱们周家过不去 逮到机会就下手 而且孙儿查到 他就是十年前方家里 方家余孽 竟然敢出现 他就彻底让方家灭个干净 是啊 老祖 只是 这个方寒 年纪轻轻 实力不足为据 但是他身边老有一帮王八蛋帮着他 是啊 老祖 那个方寒本身没什么实力 就靠这个什么 郑国荣帅帅人冲药 无妨 不管他到底有什么靠山 招惹我 周古家 就得死 季展 这是我给你求来的灵药 可以恢复你的伤势 多谢老祖 多谢老祖 准备一份最好的个礼 老夫明日要给国事献食 这份合同来的不是时候 现在我们万家 哪儿省住 现在只希望郑国龙帅能扛得住压力 不然我们万家就彻底完蛋了 大家正值到 万千军 万体贴 此托盘内是参加国师册封大典的国体 你们明日一定要准时参加 不可连误缺席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万家这么弱小 国师册封大典 怎么会给我们发邀请函 不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参加这个策工大典 否则得罪国师 将会更惨 只是到时候将会直接面对周家老祖 那可是超凡打宗师 事已至此 也别无他法了 只是不知道 方寒安全离开了 你们来了 来得正合适 方寒 你怎么没走啊 你还敢来这 你快走吧 你不要命了 我走 我来 是来终结这一切的 终结这一切 我看你是要终结你自己的一切吧 听听说的对啊 小韩 今天你就不应该来这 快走快走快走 听听啊 你放心 今天周家会被除名了 方寒 进来昏入葫芦会厅 我看你是招死 这红炉会厅 我不能进吗 红炉会厅是我大厦最底尖的会厅 只有社会名流贵族才能进入 就凭你和万家 还没这个资格 实现的话赶紧扶恩 陈阳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滚出这里 陈家留火龙 否则 死 你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周家老祖将立临策封大典现场 就凭你有镇国龙帅 和欧阳玉仙撑腰 在国师面前 都是拉击 谁说 我问他们这个 别说你的陈家 就连周家我都不放在眼 好大的口气啊 你敢动一下吗 还有你 小表子 别人对你勾勾手指 你就过去 你等着 迟早让你知道 本少爷的力量 丑死 王寒 你这脾气不知道改一改 这里是国师策锋大典 在这里闹事的话 后果很严重的 在这里闹事的话 后果很严重的 哪里来的愣丑气 竟然敢在红炉会厅闹事 就是找死 小杂种 打我 我让你生不如死 陈阳 你们陈家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红炉会厅里边 口诛狂言 万婷婷 你怎么也在这 我也不知道 就是莫名其妙 收到了国帖 就这 瞧吧 我们柳家也是 王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柳如雪 现在既然同名 给他们话听 记性还来得及 可以放你们这家里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威胁我 你以为你帮上周家 就无敌了吗 周家的国事后外 必将成为第一家 你们眼前能断过周家吗 我走 那我就先采了你 你怎么样 成家 你 好大的威风啊 这红炉会馆 阿猫阿狗都能进啊 这阿猫阿狗的 我不知道 但是从比一个不能行人道的废物太监 讲行我们弄死 我就站在这 你也弄不死 哎 但是他上 等下 等大点接受 我们慢慢弄下的啊 是你们自己补 还是我送我们 我们是被邀请来的 算什么你让我们 给我们接个人 臭 这里就从不会听 你有什么资格 既然你不体面 那我帮你会体面 有人混起来了 来个会喘气的 曾公子 你确定 他不是混起来的 个万家的 一个柳家的 你觉得以这两家的实力 进得了这门口啊 我们出示你们的国铁 否则 真想出去 你的国铁呢 如果没有国铁 我今天 你是核心 不需要国铁 不需要国铁 你是什么核心人物啊 你是国师啊 还是郑国龙帅啊 刘主任 我是头一回听说 进这红炉会厅 不需要国铁 还不给念 是地玄天让 我还需要什么 国铁 刺风大帝 是大厦盛世 就收到国铁 才能参加 你是自己离开 好使我找人 赶紧出去 刘主任 善主 会厅 理当拿下问罪 闭嘴 我有国铁 它是我带来的 那也不行 你是不是以为地球没了 你就不能转了呀 赶紧滚啊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你们确定 要是我从这出去 这厕封大典 可就帮帮你 好大的口气 今天我就在这儿看了 你怎么让厕封大典 翻不下去 好 那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办 因为你是国祖 还一个电话就去 我等你打完 我再教训你 你的人可真行 要把我赶 我看这厕封大典 不用开 我要在这大开刷戒 过来收尸 本想等正式大典 结束之后再宰了你 你们这么想死 承训 封先生 要不 我们还是忍一下吧 这可是厕封大典 如果国师生气了 到时候郑国龙帅来了 也阻止不了 无妨 今天在这儿 我想杀谁就杀谁 谁也拦不了我 狗东西 敢在这个地间提杀人 你是必死无疑 刘主任 就不用等了吧 小子 你说你要在 红炉会厅上杀人 来人 给我拿下 住手 郑龙大人 住手 郑龙大人 您来得正好 这里又有那小子 他没有过体混进来 他说要战事杀人 要不他抓住也是魔法 不是这样的大人 明明是他们在这儿等到闹事 是 这小子有国家吗 山传红武会厅 他是死罪 下了你 周业 我们帅的贵客都敢为难 想死吗 王先生 让你受惊了 是我们疏忽了 你再往来一步 他们今天都得死 小龙 我现在命令你 把他们这几根葱给我打下 你是什么东西 你也敢命令我 青龙你是要反是吗 我周家 有国师称要 哪怕你是镇国龙帅 手底级的天王 我让你死 你也活不了 这个顽固的地 也敢威胁于我 别说你 不仅周云聪也不行 有人信用东西 给我滚下去 方先生 请龙先告退 你有事叫我叫 你和镇国龙帅 到底是什么关系 很简单啊 镇国龙帅呢 是我徒弟 绿尤小姐 你看哪 这个时候 还知道下属 你这儿 也不一定是下属 等国师册封大典结束 你们都得死 你说错了 册封大典结束之时 就是你们的灭亡之时 放屁 我周家有国师不谱 镇国龙帅 都不敢把我们周家怎么样 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臭 你 方寒 少说两句吧 周少 方寒有口无心 您不要怪罪 我在这儿替他向您道歉 道歉 这么大的事 两句道歉的话就完了 你觉得可能 你给这些将死之人道上歉 他们现在这些 不过是一群带子羔羊 还有 国师并不是他们周家什么靠山 而是他们周家的宿命神 你这话说得像你认识国师一 首席被官吏都陷阻周家 怎么就不算周家的靠山呢 据说咱们这位国师 呼风唤雨洒斗成兵 上至清明下父皇权 招债沧海木制苍吾 那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他能认识得了 大少 你说的东西真的 国师真的这么厉害 这是国主告诉我周家老祖的 你说真的 那这国师可真是神仙犯的人物 周家真是好运的 对国师青睐 周家 你必定成为京东第一世家 如果国师能指点我一二 那我也可以学个先手 那我也能成为人上人了 就能趴在国师身边当个童子 那也前途不亮了 你 死到临头还笑 我说方寒你笑什么呀 培阳说的哪不对呀 就国师这种人物 随便指点你两句 你都受用不尽 反正你也不可能认识国师 就你们这样的费 国师要是教你们 那才是脑子进水 大樊 你敢吸毒国师 看你是活够了 我告诉你 方寒 是你脑子进水 你敢骂国师 待会儿国师来了 拿你祭旗 该拿来祭旗的 应该是你们这家人 这么好的机会 国师要是不杀你 那他可真是上台 方寒 这是个场合 别乱说话 周江我们已经得罪不起了 今天还是国师策封大典 你现在还要辱骂国师 你让我们所有人 都因为你去死吗 听听方寒 听听 你连个女人有脑子都没有啊 当然现在完了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待会儿国师立临 我一定把你的话 以死不漏地告诉国师 到时候你们都得死 你就好好享受 最后的时光吧 国师大典即将开始 国师即将到达 说不定国师现在正在某处看着呢 你马上就要死了 神仙都救你 是 听听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我就是国师 为什么要杀你 我要杀的是这些人 哎呀 方寒你就不要再乱说话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死心不改呢 我 听听 你先别着急 我们再看看 万一跟你想的不一样呢 你有什么想的不一样的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方寒 要说起来吧 你这个人打是真不行 敢在红炉会厅这个地下冒充国师 你不光不把我周家放在眼里 你更不把国师放在眼里 大少 他竟敢亵渎国师 咱把他抓起来 亵渎国师 你说的也不道理 方寒 愿只愿你自己狂妄自大自寻死路 来人 你们退下 方寒 原本你的幸福不是打算留到册封大人之后 我再来去 但是你侮辱国师 留你不得了 哎 话先说好 你们如果动手 全都得死 一个都跑不了 我看你是想死的 你知道这思维是谁吗 这四位是我周家的太上供奉 实力都在大宗师巅峰 距离超班大宗师仅一步之遥 四人合力更可与超班大宗师 宗师巅峰 再也 也不过咒体凡态 手已一般 我牺牲便可将其全部免上 行 行行行 那我就看看你一招怎么击杀他们 上 上 既然你们想死 弄得成绩 这 这还是方寒吗 他不是指挥一点医术吗 这四个人可是大宗师的巅峰 连击手 能和超凡大宗师一站着 之前我只知道 方先生不凡 但是我没想到 这四个大宗师在他手里 连一招都过不去 六小姐 我是不是看错了 他 这是真的吗 这方寒 好强的实力 一招就了杀了四大高手 这四大高手 可是能匹敌超凡大宗师的实力 你不可能 这些 这些都是我周江太上供奉 大宗师巅峰 怎么可能为你一招击败 我不相信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非要闯 是吧 方寒 你不能杀我 我是周家大少 我是周家大少 你杀了我你必死无疑 你知道吗 方寒 你敢杀我 周家老祖和国神不会放过你的 到天涯害者你都跑不了 你放心 你先下去 我马上就让周云通那个老杂岁下去陪你 你 你若敢动手 老夫必将你碎尸万段 老夫必将你碎尸万段 老祖 老祖 老祖救我 方还要杀我 这老祖在 没有人敢杀你 对不对 带着 周云通 你怎么算出来了 老夫当然有 你杀我的后辈这事 老夫还没有和你算账 是该算算账 当年我方家七十八口人命 是该算算总账了 你真是当年逃走的 方家少了方寒 我想 福西八卦盘 应该在你身上 怎么 想要啊 就凭你 连我一招都接不住 你可以 小的 你的那点实力 在老夫面前 不够堪 今天是国师策锋大德的大人 老夫今天不想开杀戒 只要你把福西 把挂盘交出 背了你的四尺 老夫上且可你留一条回 不管你开不开杀戒 我都要开杀戒 让你周家所有人 在我面前磕头认错 保你周家人全尸 不知小儿 直到今日 我该口出狂言 你可不要逼老夫大开杀戒 你开杀戒又怎么样 命 一根手指上 黄涵 现在不要胡闹了 你知道你对面是谁吗 这可是超凡大宗师 大家的一星王呀 停一停 你少说几句吧 你要相信房先生 吊子 比老夫看杀戒 原如此 老夫就送你到地狱去 这就是超凡大宗师的实力吗 是其实 我就尽管痴心 我看你周神怎么走 我看你周神怎么走 周云通 方先生可是他郑国龙帅的笔 难道你要跟郑国龙帅 不死不凶吗 郑国龙帅 不笔 郑国龙帅 杀了我爷爷 我老祖迟早找他清算 对了方寒 我还有个事要告诉你 当年你方家兵命的 本少爷就是眼睁睁瞧着你二叔被乱刀砍死 你妹妹被人玩了之后扔到水里淹死他了 周家人 你该死 我生气了 你别着急呀 等老祖把你打成残废 我当着你一面把他们玩死 我本来想先杀周云通那个老砸碎 你自己找死你别怪我 你给老夫送给他 周云通 周云通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我师尊不尽 就放置了人正公元帅 江汉集团董事长欧阳玉仙 何德柳家家属李春江 江南帝小皇帝唐黑龙 他们怎么来了 这四人联手 就算是国主也要万分重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来了 他们来了 李玄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对我动手 你竟敢在国师大典上闹事 谁给你的胆子 孟元帅 他要杀我的村兄 你难道没看到吗 老子 杀我 今日别说是我师尊要杀了你 周云通 就算是要灭了你们整个周家 不闹事了 他呢 老公公然在厕魂大典上要杀人 难道你们就不管吗 管什么 你周家所有人今天都要死在这儿 我说的 听到了吗 今天他在这里做什么事都可以 他说的 听什么 杰天 今天要对老后说出个理由 我一定会上奏国主 延迟 就平费 御前国师令 王权贺序 御前国师令 王权贺序 这这是传闻中的国师令牌 你先执意呗 听说传闻中 国师令牌一周 谁也能放 李全天 好大的胆子 敬个月拳 善用国师的策券 附近前就先杀了你 放 放过我 放过我 王权 放了我重孙 否则我让你死无全世 原来你让我放了你重孙啊 早说啊 给你 你不可能 不可能有如此失利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说了 连我一招都接不来 周云彤 你跟死老头 也敢和我的师钻作对 简直找死 你们以为你们赢定了 国师历历 你们所有人 都得死 你们一直以仗国师为考试 但恐怕还没见过国师吧 今天 我让你见见 请国师礼制 这是九龙拳杖 是国师专属 可待天罚逆 请国师登台 来 来 啊 方先生他真的是博士 真的是博士 镇国龙学真的是他徒弟 他真的没有骗我们 他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是国师 我幻家小飞黄成大 多谢天佑幻家 他真的是国师 我刚刚前还在重逢呢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国师 他怎么能是国师 不可能这不可能 周云通 周家的死期到了 不 不是真国师 这一切都是假的 龙权杖只有国师才能使用 你不过拿着九龙权杖罢了 谁能证明你是真的国师 既然你想见识 那本尊便让你见识一番 你真的是国师 这这这这这这不可能 不可能 帝都豪门周家 乌公灭我方家 屠我满门 更是假借国师之名残害国民 今日 本尊以大下国师之名 戴天严惩周家 灭满门 严作九族 国师 让我命啊 求你 求你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严惩陈家 助纣为虐残害国民 你三族 现在 现在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